好 下面我们再看这个支点 关于离职后福利的确认和计量 那么离职后首先有一个明确的问题 离职后发钱 是吧 离职后才发钱的 这没问题吧 没问题 第二个 这个知识点从考试角度来讲 还没出过大题 四个职务薪酬唯独这个内容没有出过大题 那么为什么呢 我个人感觉实务中 那么这种也很少见 好 那么从考试角度来讲 大家还得注意 这两年经常黑马 也就是说没有考过内容 在近几年的考题中经常会出现的 所以这个大家还得注意一下 好 下面来看一下 离职后福利是指 企业为获得职工提供服务 而在职工退休 或者是与企业介绍劳动关系后 提供的各种形式的报酬和福利 两件事儿 第一件事儿是在提供服务的期间 确认成本费用 第二 什么发放 以后发放 以后发放 是退休后发放 不是说你发放时确认费用是不对的 先看 离职后福利包括退休福利 那比如说养老或者一次性退休金的支付 以及其他离职后福利 例如离职后人寿保险和离职后的医疗保障等等 那么且向职工提供了离职后福利的 那么无论是否单独设立一个主体 接受提存金并且支付福利 都需要对离职后的福利进行处理 所以说这里头你可以单独设立主体 可以不需要单独设立主体 都无所谓 但是你都必须进行快捷合算 只不过一个需要精算 一个不需要精算而已 那么离职后福利 这个计划 刚才讲离职后福利 那么有多两个计划 是指且与职工就离职后福利达成的一个协议 或者且未向职工提供离职后福利 制定一个什么规章或者办法等等 都叫一个计划 那么且应当按照企业承担的风险和义务情况 将离职后的福利计划分为两大类 第一大类叫设定提存计划 第二个叫设定受益计划 两大类 好 那么这两大类招务处理完全不要 好 第一我们先来讲最简单的 设定提存计划的确认和计量 提存计划是指 写向单独主体 比如一个基金 缴存固定费用后 不再承担进一步支付义务的 离职后福利计划 其实最典型的大家都知道 五血一金中的两血 职工缴纳养老是一个失业保险是一个 那么这个向社保机构缴完就完了 对吧 那么对于我来讲 不再承担进一步支付的离职后的福利计划 没有了 所以提存计划的快速比较简单 因为企业在每一个期间的义务取决于该期间 将要提存的金额是多少 因此 他的计量义务或者费用 在这不需要精算 不需要精算假设 通常也不存在什么精算利得和损失都没有了 省事多了 那么对于设定提存计划 且应当根据在资本负债表日为换取职工在会计期间提供的服务 而应向单独主体缴存的这个提存金来确认为职工薪酬 然后寄入成本费用 说大白话 和我们前面所讲的短期薪酬照顾处理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所以提示 看见了吗 和短期薪酬照顾处理一样吗 一模一样 好 看一条例题 20年7月份 假公司生产部门生产工人工资是1000万元 生产部门管理人是200万 那么管理部门人员的工资360 好 有关设定提存计划资料如下 第一 那么按照所在地政府规定 按照工资总额的12% 具体基本养老保险 缴存当地社保机构 这是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 假公司为管理人员设定一项企业年金 设定企业年金 还是退休时才给钱 退休时可以一次的领取 个人账户累计的金额 这个金额包括两个 一个缴存的金额 一个是投资收益 公司除了按照约定 向年金金缴存一个金额外不再富有其他业务 既不享有缴存资金产生收入也不承担任何投资风险 好 那本月缴纳的金额18万就两个资料非常简单 这两个内容都是属于提存计划 所以第一个 那么既提养老失业保险 养老失业保险 那么这块只是个养老 所以借生产成本 生产成本 生产工人是1000万 1000万的12% 120 借制造费用 制造费用是多少 是200万到24% 借管理费用 代应付职工薪酬就可以了 好 那么接着看第二个 那么对于我们所讲的 且年金 这个年金非常简单 和短期薪酬道理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一共18万 借管理费代应付职工薪酬 借应付职工薪酬代应上算完事 那么就且年金的一个处理方法 好 这是我们讲的两种情况 第二个问题 设定受益计划 这个是最麻烦的 设定受益计划 设定受益计划是指 除了提存计划以外的 离职后的福利 那么这个非常麻烦 就是需要折现的问题了 好 那么设定受益计划核算 涉及到四大步 下面我们来讲的四大步 第一大步 确定设定受益计划 义务的限职和当期服务成本 这是第一大步 第一大步最关键 从考试角度来讲 往往出大题 可以在第一步出 后面几步 我认为出小题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好 那么且可以通过下列两步 确定设定受益计划 义务的限职 这个义务指的负债限职 指的负债限职 和当期的服务成本 第一 请当根据预期累计福利单位法 这个词翻译过来词 翻译过来词 那么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称之为按照服务比例的应计福利 应计福利费 这是第一个 或者是这个福利除以服务年数 一种方法 好 然后采用无偏且相互一致的精算假设 对有关人口统计变量 财务变量 做出一个估计 那么计量设定受益计划 所产生的义务 这个义务就应付职工薪酬 然后确定为相关期间的 归属期 为什么归属期 是在你提供服务的期间 再说一遍 提供服务的期间 来确认相关的成本费用 好 所以在这里要考虑什么 要考虑一个精算 要考虑精算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知道 我们社保没那么多钱 没那么多钱 我们必须得精算精算 对吧 所以说企业没那么多钱 咱都得精算 你要精算 我也要精算 我没那么多钱 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第二 且应当根据资产负债表日 与设定收益计划 业务期限得一致 币种得一致 相匹配的国债 或者活跃市场上 高质量的公司债券的市场 的收益率来确定为折限率 首选是国债 国债率最好的 那么前条件 期限一样 币种一样 如果没有相匹配的 你可以用 一个是活跃上 不活跃和不行 得有交易市场 而且高质量 什么叫高质量 起码3A级的 3A级的公司债券 我们讲的债券是 债券的3A级 不是企业的信用等级3A 因为信用等级也可以3A 债券也有等级 所以指的债券的这个等级 那么作为折限率 然后将设定收益计划 所产生的业务 以折限 那么以确定 设定收益计划 义务的限制和当期服务成本 顺便提一下 常识性的东西 在实际中 一般是根据 中国国债收益率 来确定其折限率 这第一个 折限率怎么确定 一般来讲 国债收益率 你们草务管理讲过 再一个 这个年龄 这个寿命怎么确定 比如说我估计 咱俩签计协议 说你在我写 再干20年吧 再干20年 20年后 20年后 我每年给你10万块钱 直至你死亡 那么直至你死亡 这个死亡 你怎么确定 10年 20年 30年 那么在我们国家 在我们国一般来讲 是根据中国法定的退休年龄 确定正常退休年龄 一般来讲 60岁男性 然后采用了 中国受险业 受险业 年金生命表 确定了死亡率的数据 那么来测算出来的 测算出来 不是一拍脑出来 好 下面具体来讲 第一个 设定受益计划 义务的限制 市值企业在 不扣除任何计划 自然情况 如果有自然 自然你不能扣除 不能扣除 那么为履行当期和以前期间 职工服务产生的最终义务 所需支付的预期 未来金额 这个金额还得要干什么 折线 折线 比如说 我预计 咱俩欠协议 说你在我企业在干 在干20年 20年后你退休了 退休 我每年给你10万块钱 好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要干什么呢 我要考虑 要考虑 第一个我要考虑什么 要考虑你的寿命 比如说 我每年给你10万 你的寿命20年 20年乘以10 我预计的寿命30年 那30年乘以10 每年给10万 对吧 那么未来支付的金额 这个金额得折线到退休哪天 折线到退休哪天 限制 这个意思 那么第二步 那么且应该通过预期 累计福利单位法 确定其设定受益计划 义务的限制 这是一个 然后还有一个当期的服务成本 还有过去服务成本 这里涉及到 涉及到义务的限制 这个义务的限制 就是刚才所讲的 刚才所讲的 是60岁那天 我应该支付的 那全部的金额 那个限制 当期服务成本 二次折线 二次折线 过去服务成本 这个不需要折线 过去服务成本 职业既有当期的 职业既有当期 和既有当期服务成本 那处理方法一样的 好 那么且应当将这个福利 归属于提供设定 受益计划义务的 发生的 其实什么意思 工作期间 工作20年 工作20年 比如你寿命30年 寿命60岁退休后30年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第一步折线 我要折到什么 我把未来30年 支付的金额 折线到60岁的一天 然后再把这个金额 那个限制金额 再怎么着 在你提供服务的 工作20年内 20年内 归属期是这次 归属期是这次 归属到 然后按职业法分配 前面不说按职业法了吗 第三步 且在确定 设定受益计划义务限制 当期服务成本 以及过去服务成本时 应当根据计划 福利公式 将设定受益计划 产生的福利义务 归属于职工 一定强调提供服务的期间 不是发放时在支付 一定在提供服务期间 进入成本和费用中去 第四 精算假设 那么是职企业 对确定离职后 服务力 最终义务的 各种变量的最佳估计 那么精算假设 应当是客观公正 和相互可比的 没有偏 且相互一致的 那么精算假设 包括什么 有人口统计假设 人口统计 比如说死亡率 什么之类的 那么还有个财务假设 比如说折现率多少 等等 那么再来看 人口统计假设 包括死亡率 职工离职率 商残率 提前退休率 那么财务假设 包括折现率 福利水平 未来新潮等等 这些都是要假设 要精算的 我记得在听课的时候 财政部官员在讲课说 说这些东西的实务当中 记住不是我们会计部的事 别把什么事都揽在我们会计身上 我们会计够累的了 快计够累的 上次有学生告诉我 老师我们单位要算类似的东西 我怎么算 我这东西是我们会计部的事 找HR去 找人力资源去 他们拿的钱比我们会计拿的多 找他们去 实务中真是这样的 再不行 你不会算吗 那请人算呀 请谁呀 精算师算钱 有精算师实务中啊 对吧 所以这个的实务中 一般来讲是由精算师来算 由精算师来测算 后来最后这单位 聘请了上海两个人 然后过来计算 过来算一算 算出个数 提供一个报告吧 提供报告 不就完事了吗 对吧 这不是我们快计部的事 好 所以要精算 为什么要精算 没那么多钱 你没那么多钱 我也没那么多钱 好下面我们来看一道例题 这个例题 我是按照快计转责例题 我修改了一下 大家看怎么算 假公司资料如下 这个假公司资料和后面没关系 后面我用资料 证保资料了 证保资料了 所以是拆开了 来看一下 20年1月1号设定一下设定授予计划 是1月1号不是12月31号 从1月1号开始 从当日开始 所以折线的时候 有一期利息少了 少一期利息就可以了 好 1 假公司向所有在职职工 提供一个统筹外补充退休金 除了你拿社保金以外 拿社保退休后拿社保以外 我额外给你笔钱 包括春节发的钱 挣钱拿钱什么之类的 什么十一了 什么中秋节了 种子节了 什么之类的 都含在这里头 那么这些职工在退休后 可以每年额外获得10万的退休金 直至去世 那么职工获得额外退休金 基于该计划开始日 其为公司提供服务 你得给我干活 你得从现在开始给我干活 而且自该设定授予开始日期 一直为公司服务直至退休 一直给我干到退休 假定一共600个人符合条件 当前平均年龄40岁 那么60岁退休 再干多少年 再干20年 你别给我算说19年 我为了减化 咱就20年告诉你了 再干20年 那么记住20年内要确认成本费用 假定不考虑离职率 退休后的寿命 假定15年 15年 我想弄多了不好算 咱弄个15年就行了 工作年数20年 退休后 寿命15年 折现率10% 下面给了有关的系数 自己看 要求 第一 计算家公司20年1月号 600名职工退休后 直至去世前 且应该向其支付的累计退休福利 在其退休10点的限制 第一步要折现 那么第一次折 第二次还要折现 那么在去美期的成本费用 还要进行折现 好 下面一个来看 第一 20年1月号 该600名员工职工退休后 直至去世之前 且需要支付的退休福利 在其退休10点的限制 即设定授予计划 义务的限制 不就是600个人吗 那每个人给的是10万呢 那么在场以什么呢 7.606什么东西啊 不就是年金吗 不每年支付10万吗 每年支付10万对吧 一个人对吧 所以是PA 折现率10% 15年的寿命 15年的寿命 好 这样算出45636 是60岁那天的那个限制 好 再接着看看 看表格 表格咱也能会算啊 表格咱也会算啊 那么横着看 那么当年支付的金额 退休后 注意退休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啊 所以支付的是600个人 长以10万 600个人长以10万 6000 好 6000 6000 算一下吧 对吧 一共是退休15年啊 好 折现率是10%以支 然后再接着看 负利限制系数 不就一加百分之 负一次方吗 负一次方 不就0.90 91吗 不就是负利吗 不就负利限制系数吗 那么第二年退休第二年呢 是负二次方 负三次方等等 好 那么再接着看 4 退休10点的限制 那么算去吧 那么就有6000 长以6000 长以这个 这个负利限制系 我算出5454.6 后面长以系数自己长期 最后加在一起 加总在一起 退休10点限制合计 45636 考试时 我觉得画表格的算法呢 应该说可能性不大 但是20年 20年 财务管理中 考的折线 考那么多表格 反正据学生告诉我 告诉我们说 我们在开会的时候 学生说的说 说什么 说什么来着 说这个根本做不完题 根本做不完 填表填特多 填表填特多 然后呢 计算量特别大 经常有折线 所以填表题 你们得回啊 那么填表题得回 但是筑块很少考填表题 先告诉大家说 很少点 很少考考过吗 绝对考不过 考过什么考的 大家第一考过 合并报表的填写 大概在90年代 然后我们还考过一个 应付债券的一个填表题 还考过什么表格我忘了 那么这种填表题 大家得知道 原理知道也可以了 大部分内容 都是到草管理中心 好 第一步 第二步 我们再算当期的服务成本 当期服务成本的话 那么第一 退休10点15的限制 这有了 然后在工作期间的直线法 所以是45636除以工作年数20年直线法 然后除一加10%的19四方 19四方 不就完了吗 19四方 那么19四方 19四方再说白了 不就是复利限制 19四方 0.1635吗 这不就是0.1635吗 不就这个数吗 所以我给你两种算法 和那个我们后面再讲 租赁的时候 到底啊 租赁 我在20年用三种方法讲 那么今年我考虑是不是用 还用三种方法讲 两种方法讲 我在这目的就是一个 因为很多人 草务管理不太熟 所以我只能用多种方法来讲 考试时用一种方法就可以了 一般用系数最简单 好 这个算出373.07 借管理费等科目 代际应付职工薪酬 373.07 这是第一年 那么第二年 经过一年了 应该有什么 应该有利息费用了 我们这条题没有那个 没有那个设定受益计划的资产 设定受益计划的资产没有 那么经过一年了 所有利息费用 所以上面的应付职工薪酬 373.07 应该考虑利息费用 所以当期利息费用 373.07 常以折金率百分之 算出37.31 37.31在这呢 借记残务费用 代应付职工薪酬 37.31 就这个数 这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当期服务成本 好分子上仍然是什么 是退休10点那个限制 还是执验法 45636除二年 再去除一加10%的18次方 18次方不就是这个18次方 0.1799 这么0.1799 算出410.5 有了410.5 再借管理费 代应付职工薪酬 不就完事了吗 410.50 410.50 二年 当期的利息费用 那么应该 等于 2021年设定 收益计划的余额 是最早金额 37.07 加上一个 利息费用 37.31 再加上410.50 好 那么算出了余额 是820.88 再乘10% 82.09 当期服务成本 还得数 45636除以20年 然后再除 一加10%的17次方 那么算出是 451.34 好 二年末设定 收益计划的余额 自己算 翻路 立即费用 借财务费用 代应付职工薪酬 当期服务成本 借管理费 代应付职工薪酬 451.34 451.34 都能算完 这是他的一个处理方法 好 第三 那么如果 且根据美机 确认的 设定收益计划 业务 提存了 资金了 成立基金 进行投资了 那么 在这种情况下 有资产了 有设定收益计划 资产了 有资产的情况下 在会计核算 两种处理方法 我们中国 会计准则都没规范 国际会计准则中 你看看西方 有规范的 单独设置于科目 叫做设定收益计划 资产科目 中国没有设置 中国没有设置 怎么办呢 那么只能在应付职工薪酬 科目的借方合算 只能在借方合算 好 那么这条题 提存了资金 基金投资 第一年末 基金金额是 373.07 好 那么第二年 产生了利息 收入 37.31了 好 这个利息收入 我成立基金 这个基金 我全部负债多少 我成立资金 成多少 目的就是为了支付 你知道吗 所以我前面负债金额是 373.07 那我 我这一块给它 匹配的资产金额 也是373.07 同时到第二年 那个负债 叫利息费用 资产叫利息收入 资产叫利息收入 所以资产的利息收益 是37.31 10% 所以相当借资产 相当借资产 但是我们国家 不单独设置资产科目 所以只能用应付职工薪酬 科目借方 合算资产 所以充付债而已了 借记应付职工薪酬 代记财务费用 37.31 这笔分路和前面的利息费用 可以合边 可以合在一起 也可以拆开边都可以 后面还会有这种分路的 好 好 那么这道题 我们在这讲完了 这是我们讲第一大步 第一大步 第一大步分享关键 好 第二大步 确定设定授亿计划 净负债 净赛 净 那么净 两个净 一个净负债 一个净赛 谁大 谁放钱 那就可以了 那么确定 我们前面确定了 设定授亿计划 义务 那个义务就是什么 就是一个负债 那么有义务 就应该有资产匹配的 有一个资产匹配的 所以这会儿 顺便插句话 那么中国证监会 快一步 好像在前几年 有一个 一个工作通报吧 就有些上市公司 设定授亿计划 这个义务 这个负债金额 特别特别大 但是没有配套资产 那么这个风险太大了 所以我这儿就有可能 设定授亿计划 如果存在资产 我配套资产 你负债100万 我给配套资产100万 为什么 以后我可以偿还 随时可以偿还 有资产就有负债 所以设定授亿计划 如果存在资产的 那么且应当将设定授亿计划 义务 这个义务 就是负债 那限制减去设定授亿计划 资产的公民价 所形成赤字或盈余 确定为一项 设定授亿计划 净负债金额 所以谁减谁 谁减谁 那一般来讲 在15当负债 远远大于资产 比如我设定授亿计划 负债金额100万 我自然可能就是60万 那么这时候一般来讲 是负债大 负债大一般都是 接着看 设定授亿计划 存在盈余的情况下 那么这种情况 理论上讲是存在的 15中很少见 好 且应当以设定授亿计划的盈余 再和谁比 只有当盈余情况下 那么再和自然上限 两项熟低原则 再来确定 那个设定授亿计划净资产 什么叫上限 不用管他 什么叫上限 不用管他 好 下面看例题 好 这个题和前面那题没关系了 和前面的假公司题没关系了 所以我这块用了正宝公司的 我不用假意饼了 用正宝公司了 好 正宝公司资料如下 20年1月1号 设定一项设定授亿计划 并当日开始实施 按照预期累计福利单元法 计算出设定设计划 总负债金额是600万 如果该公司专门购置了国债 作为计划资产 那么用于偿债去 而且该国债仅能用于偿付 企业的福利计划负债 别的不能用 且除了福利计划之外 该企业其他债权不能要求 用于偿还其他负债 没有一个其他的线条件 那么紧接着当年末 当年给两个资料 那么该国债公允价值是200万 2021年末公允价800万 给两个资料 总负债金额600万 这数假定不便 好 那么来看吧 要求根据上述资料计算 那么20年净负债 那么21年是逆余是多少 我们先看20年 20年负债负债大 设定售一句话 总负债600万 国债的公允价是200万 所以负债大于资产 负债大于资产 所以算出了400 那么叫净负债 叫设定售一句话净负债 有人问我 老师你算完干嘛用的 干嘛用的 很好说干嘛用的 报表中劣势用的 报表中劣势用的 那么这个内容是按净额劣势 按净额劣势 所以这个按净额劣势 真的是按净额劣势 所以干嘛用的 报表中劣势用的 没有别的用头 披露劣势用的 再接着看第二年 那么第二年此内异余了 那么国债在21年末 公允价是800了 800了 负债不变还是600 那么来一简是200 资产大于负债 资产大了 那么这种情况怎么办 再找个上限 和上限一笔去 假定已知 从该企业 可从设定收入计划 退款或减少未来 对该项计划缴存资金 而获得经济力限制 即资本的上限 是300万 好300万和200万 谁低200万低 所以最终来讲 也就是说 二者熟的原则 那么该项设定收入计划 净资产 叫净资产了 200万干嘛用的 报表中劣势用的 报表中劣势用 好 这是第二大步 第三大步 确定应当既有 当期损益的金额 那报告期末 且应当在损益中 确认设定收入计划 产生的职工薪酬的成本 这个成本包括服务成本 设定收入计划 净负债或经常利息金额 利息金额 好 服务成本要包括三个 服务成本包括 第一个 当期服务成本 第二 过去服务成本 第三 结算利得和损失 注意到结算 不叫精算 别弄混了 精算利得和损失 既有其他组合收益的 那么结算利得和损失 既有当期成本费用的 所以服务成本 包括三个内容 下面来讲 第一个 当期服务成本 是指因职工当期服务 导致设定收入计划 义务限制的增加金额 不就是第二次折现金额 什么十九四方 十八四方那个事吗 是吧 第二 过去服务成本 是指设定收入计划 修改了 修改了 所导致的 与以前期间职工服务 相关设定收入计划 义务限制的增加或减少 增加或减少 是修改造成的 那当期引入 或者取消一项 设定收入计划 那么或是改变现有 设定收入计划 这个应付服务时 就会发生它的修改了 当期显著减少计划 涵盖职工数量的时候 数量了 原来600个人 现在改400人了 就会发生计划缩减 缩减可能源自于 某一单项的 比如说 关闭某个厂房 那么我终止了 终止向基因等等 那么这种情况下都会修改 那么过去服务成本 是由于计划修改 或缩减所导致 职工前期服务的 设定收入计划 限制的变化 所以过去的成本 均应该在发生时 再说一遍 在发生时直接就有当期损益 你别给我追溯去 别给我追溯去 直接就有当期的 好 这是一个 这个过去服务成本 应该比较简单 三 结算利得损失 那么企业应当在设定 受计计划 结算时 为什么结算 人家不干了 我们不干了 比如说我那企业 我们的企业 原来有一个设定受计划 但是企业的确没钱了 所以企业说不干了 结算 结算吧 一付职工薪酬 账上一百万 这么着我给八十吧 那二十不给了 那么对我来讲 就结算利得 账上一百万 我给一百亿吧 那个十万不就损失吗 再比如说我那企业 控股股东面了 新的控股股东 不成是原来的事 那怎么办呀 结算了吧 不就完事了吗 所以设定受计计划 结算是之前 为了消除设定受计计划 所产生的部分 或所有的未来义务的交易 而不是根据计划条款 所包含的精算假设 向职工支付 不是的 是因为我们要不干这事了 不干这咱们结了吧 咱们把账给结了吧 不就意思吗 要结算 不是说按照这个 退休 我每年给你十万 该给钱了 不是那个事 记住是两码事 那么设定受计划 结算利得和损失 是两者之间差额 不就是账上的金额 也就是 结算日确定的 设定受计计划的限制 不就应付职工薪酬 科目的余额吗 那么第二 给多少钱 结算价 给多少钱 二者之间差额 就是 结算利得损失 这个结算利得损失 直接进入到 当期的损益中去 好 记得看 那么结算是 未在 计划条款中 规定的福利的支付 没有纳入到 精算假设当中 因此 结算利得 直接就有 当期损益 而在计划条款中 规定的福利支付 那么这个不属于 结算 而且已经纳入到 精算中了 所以支付 此类福利时 产生的利得和损失 这份的利得损失 既有其他 综合收益的 所以 都是 精算 精算利得损失 结算利得损失 都带那两个字 那么就是 利得损失 一定要弄清楚 结算利得 精算利得 两码事 再说一遍 结算利得 是既有损益的 精算利得损失呢 是既有其他 收益的 什么叫 精算利得损失 后面再说 好 看一道例题 沿用还是证保 证保公司资料 假设证保公司 21年 因经营困难 需要重组 一次性支付 给职工退休 补贴款800万 好 那么 账上余额多少 1200万 给多少钱 给800万 400万不给了 400万不给了 所以进一副 职工薪酬 1200万 带银行存款 是800万 然后剩下差额 直接就有 当期损失 或者相关资产成本 可以 这叫利得 不就完事了 这叫结算 结算 第四 设定受益 净负债 净资产的 利息 净额 这个净额是什么 扣掉资产了 所以资产和负债 这两个内容的 利息的差额 利息差额 来看 设定受益计划 净负债或 经营利息净额 是设定受益计划 净负债或经营 在 所处期间 由于时间的流失 产生的一个变动 所以这时间流失 不就利息吗 资产就利息收入 负债就利息费用 十年流失而产生病 包括计划 这个考过 这个考过 这一题太偏了 考这东西 终结考过 好像我记得 计划资产的收益 利息收益 资产不就利息收益吗 设定受益计划 义务 这个义务不就负债吗 利息费用 以及资产上限 资产上限影响的利息 三个内容 设定受益计划 净负债或 经营利息金额 通过将设定受益计划 净负债或 净资产 这个净负债是扣掉 这个净负债或 经营是二者之间差额 如果有资产 扣掉资产了 这个差额在 乘以折现率 确定出来的 所以这两个 合在一起算了 合在一起算了 那么设定受益计划 净负债或 经营利息金额的计算 应考虑 资产的上限的影响 计划资产 利息收益 是什么呢 是计划资产 回报的组成的部分 那么通过将 计划资产 供应价值 乘以折现率 确定 都是一样的 所以这一块内容 总的原则 都是什么 都是成折现率 算出来的利息 看利益 还是用前面 郑保公司资料 假设郑保公司 21年初 设定受益计划 净负债 看好了 净扣掉什么了 扣掉那个资产的 供应价值了 400万 就是设定受益计划 净负债 等于设定受益计划 总负债前面的数 600 减掉国债前面的 记得吗 国债的供应价 200等于400 好了 折现率是10% 好了 400乘10% 就是40万 这40万 直接逼远分路 借财务费用 再寄应付 支付金头就可以了 这是两笔分路 合在一起了 一个利息费用 一个是利息收入 再接着 二年初 设定受益计划 净资产是 净资产 靠资产 200万 我们前面讲200万 是什么 是计划盈于200万 和资产上限 二者输地算材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折现率不变 还是10% 乘20 那么进一副 职工薪酬 代计财务费用 利息收入了 这不资产吗 资产就利息收入了 但这是净 那么这会扣掉负债 扣掉负债 第四步 确定应当 既有其他综合收益经过 那么且应当将 重新计量 重新计量 设定受益计划 净负债或净资 所产生的变动 既有其他综合收益 并且在后续期间 不允许转到损益 从生到死 不能进死亿 还是那句话 从生到死 不能进死亿 以后只能转哪去 只能转到留存收益中去 好 要重新计量 设定受益计划 好 那么来看一下 重新计量 设定受益计划 净负债经算 所产生的变动 包括哪些内容 一 精算利得和损失 精算利得和损失 那么由于精算假设 和经验调整 导致之前所计量的 设定受益计划 意味的限值 增加了或减少了 为什么增加减少了 我看走眼了 我老说我看走眼了 我算错了 对吧 谁都有错的时候 那么企业未能预计过高的 过高的或过低的职工离职率 原来说好了 初步调查说 他们不走或顶多走10% 现在走了20% 你知道吗 或者说原来我预计10% 那么现在只有1% 你看看了吗 提前退休率 变了 死亡率我预计这个人能活20年 我20年去精算了 结果提前死亡了 或者是活到30年 那这种情况死亡率变了 过高或过低薪酬 还有福利增长 以及折现率变化等等 这些都是什么 都是精算范畴的 精算范畴变化了 就会导致设定受益计划 精算利得和损失 精算利得和损失 注意这里不包括 因为设置或修改 结算 我前面讲结算 设定受益计划 导致设定受益计划 业务限制的变动 这个不包括 一个设立 一个修改 一个结算 这个跟那没关系 或者说设定受益计划 下应付的福利的变动 跟那都没有关系 那么这些变动 是过去服务成本 或结算利得 过去服务成本 既有当期损益 结算利得 那个结算利得和损失 也是既有当期损益 只有精算利得和损失 既有其他综合收益 这个是人为规定 是国际操保报准则 规定的 那么这个内容 原来很早很早以前 是没有规定的 没有规定 很多企业把它既有损益了 一旦既有损益 对当期利润影响非常大 所以说这个内容 是你看走眼了 是精算造成的 而精算的实物中 又不如我企业自己算的 是聘请精算师算出来的 你知道吗 那么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就不让你影响当期损益 只能影响其他综合收益 第二 计划资产回报 那么扣除 包括在设定收益 计划净负债负 净资的利息净额 那个利息净额 为什么利息要扣掉 利息是走槽费用的 利息走槽费用 利息扣掉剩下的部分 才能介入到其他综合收益 计划资产的回报 是指计划资产生的利息 鼓励了 其他收益 以及计划资产 已实现的和未实现的利得和资产 都包括 这个好像筑块考过 这个好像我怎么记得筑块考过 要不终极考过 不是筑块终极考过 包括未实现利得和资产 叫计划资产的回报 所以计划资产回报 说白了 就是期末计划资产减掉期出的 然后再减掉 括号本期缴存的 本期缴存的减掉本期支付资产 叫计划资产回报 所以说完了 计划资产回报越高 计划资产的供业价就越高 供业价高的话 说明一缴存的金额就越少 最好什么你知道吗 最好应付职工吸收100万 那么计划资产回报 那么也达到100万 那最好了 也就是说我不需要交钱了 那么积累的应付 职工薪酬 负债就越少 所以计划资产回报的 是权益的一种收益 是收益 所以按照准则规定 这个就不应介入当期随 所以计划资产回报 再说一遍 是不能介入到 所以只能进哪 就有其他收益 但利息除外 利息还是走财富 利息也走财富 所以两件事 一件事精算利得损失 还有一个计划资产的回报 计划资产的回报 第三 资产上限的变动影响 但是扣掉利息 扣掉利息 与计划资产回报类似 运用资产的上限影响的变动 也要区分两部分 一部分计划资产 这个净资产或净负债 利息金额 利息金额仍然走财富 其他的走其他综合收益 所以用几件事 三件事 那么第一件事再看一下 精算利得损失 那么第二件计划资产回报 第三个资产上限影响 那么都不包括利息 都不包括利息 利息都走财富 好 好到这为止 这个问题讲完了 我们来看一道2016年的单项选择题 那么这个题目应该说是一个大杂汇题目 真的是大杂汇 大杂汇大拼牌题目就是发散的那种题目 20年的考题都是那种题 这样公司发生的下列交易事项中 相关快处理将影响发生当年净利润的事 A 因重新计算计定收益计划净负债所产生的保险精算收益 这个内容不能介入当一损益 走哪来的 其他作用收益 B 因联益企业其他投资方单方增资导致应享有的联益企业的净资产的份额变动 那么这个内容是股权被稀释了 稀释造什么 资本攻击 不济入当时损益 所以根据确定利润分享计划 基于当年实现的净利润 计算应支付给职工的利润分享额 这个是影响当期的利润的 那么假定管理员借管理费代应付职工薪酬 D 将自用房产转为采用公运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产师 公运价大于账品价差额 这个记录到其他综合收益 所以这个不影响 所以答案只能选择C 好 其他几十内容自己看 提示 重新计量设定收益计划净负债精算变动 是记录其他综合收益的 那么也就是说你的利润和损失都一样的 分路都是一样的 要不然借其他综合收益 代应付职工薪酬 要不借应付职工薪酬 代进其他综合收益 都这样的 而后续期间不允许转制到当期损益 这两年我们住坏经常考这个 不能从分类进损益的一共是四个 能从分类进损六个或七个 六或七 那么以后怎么办 以后的时候不存在计划不存在了 那么全部转走 转到留存收益中去 我们前面说转到未分配 实际转到留存收益 包括营业工具 好 那么后面内容自己看 那么这是我们讲的这个支点 这个支点应该说难度非常高 难度非常高 关键的问题就是设定收益计划 要有一个折线的问题 大家一定要掌握其方法 特别掌握前面假公司那个处理方法 会折线 两次折线 好 这个支点我们就讲这儿 谢谢大家